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继续学习梁启超的敬业与熬页 在上两次的教学短片,我们已经讨论了作者所运用的引用论证 举例论证,对比论证,归答论证,和演绎论证这些方法 以上几种论证方法呢? 有助作者确立自己的论点,此外作者还采用了哪一种方法去攻破一般人的谋误,突显自己正确的意见呢? 作者是用了博论这种方法,什么是博论呢? 博论即是提出一般人错误的论点,加以反驳,而彰显自己正面的论点 试证举论提出文中使用过博论的例子 例如第五段的这一句 作者這裡假設有人說,提出一個反面的意見,他如何反駁呢? 看看這裡 作者雖然承認職業難找是世界普遍的現象,但他藉著中國的情況指出兩點 第一,在中國找職業,比其他國家容易 第二,只要不偷懶,一定可以找到工作 作者在這裡反駁一般人的錯誤論點,而突顯在第五段開頭他所論述的道理 即是人人都要有正當職業這一段 也即是說,人必須要有業 沒有職業的懶人就是社會上的豬米蟲,道賊 這裡暗示那些找不到工作做藉口的人就是豬米蟲,道賊 又例如另一個例子 做工好苦呀這一段 作者借一般人的說話,帶出他們認為工作很辛苦,毫無樂趣,這些錯誤的見解 那作者如何反駁呢? 但我要問他,做工苦?這一段 首先,作者運用反問 做工苦?難道不做工就不苦嗎? 即是說,不做事一樣都是辛苦 其次,作者運用了舉例論證,舉出演講,賭錢,吃酒 這些都一樣是屠臣費力,一樣是辛苦 作者雖然沒有說明 但他實際暗示自己以演講為樂 一般人就喜歡賭錢,吃酒 好,由此推論出正面的論點 苦樂,存在主觀的心,不在客觀的事 作者透過博論,一方面指出一般人的錯誤 另一方面確立自己的論點 由此可見,一篇具有說服力的議論文 通常是要做到能立和能破 能立即是確立自己的論點 能破就是反駁對方錯誤的論點 作者在這篇文章裏面能夠做到能立和能破 令自己的論點堅實穩固,難以反駁 可以說是立於不敗之地 練習 練習 因為這裡 一種練習 試探索 以及畫面 理想 閘